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星期六的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我先交到消息 有读者留言说我们叫泰国产业电传播系统 他说是香港感染的 也是正常的 我没有说过他在泰国感染 现在就是说27岁的女人说大话 他们回到泰国 其实一群泰国女人就在香港 我们怀疑那是泰国人的产业电传播 即是泰国人陪走产业电传播 即是是一个产业电传播 而产业电传播很大可能是由泰国原流 因为最初的源流在泰国 而香港本身已经是来确诊 所以那群泰国人回来回回 那群人感染就会有机会比较大 另外有读者留言说 那个湾仔大队 上公子 警方的第二梯队 总区应变大队 是归五大总区的 是港岛西九龙 东九龙 新界南 新界北 各自指挥 并非驻守湾仔总部 多谢他提供 因为那些编制我们也不太清楚 总之现在那些第二梯队 第一梯队 那些应该是 很多都回到自己环头 做完美工作 就是这样 我知道的 在五个总区都有部署 因为他们可以到处走 另外有读者留言说 这个很严重 这个很严重 今天最重要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 黄刀器院的保育问题 他就这样留言说 黄刀的保育功能不是没有的 老子当年也曾经在黄刀桑那楼下 千千万万的DNA 这件事是黄刀梭 首先 我不知道他写错 还是他说真话 因为他应该留下DNA 都是二亿计的 是的 而不是千千万万的 没错 每一次都是二亿计的 是的 黄刀当初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一件事 叫做飞机场的桑那物体 以前大家以为 第一个 其实通常我说也是 第一个发明飞机场的 就是嘉丽华 在北角的 在黄刀旁 在黄刀旁 对面 很近 听说我有朋友差点进入 我估计是一个月做回馆 是的 但是他做了几十年 做了二三十年 当然那些人是全国发塞达 不要说是谁 现在我们说的是九十年代 初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的事 应该是 差不多 差不多 到二千年之后 应该是九十年代 我忘记了 但其实 真正的第一间 但做得不太好 叫做黄刀芬兰玉 就是黄刀器院 就是在黄刀器院 所以他真正的第一间 但是他做得太高 所以做得不太成功 就是说是很成功的 不是很成功 就是说他被 后来被加拿拿开了 他便收拾了 是的 后来他的原子 便变成波浏 这样东西 是我 对于我顺手的问题 就是我对于做生意 一个很大的体验 你做什么生意 可以赚钱 OK 你见到别人很赚钱的生意 你未必能赚钱 即是MX都未能赚钱 做生意之后一种方法 做生意之后很容易赚钱 就是当年的时候 德国人 欧洲人去到美国 为何你的车这么差 都能赚这么多钱 欧洲车很棒 德国车就去美国拨命卖 曾经试过是杀到美国片隔不留 日本车过来之后就没什么 据说是这样的故事 而我亲身的故事 就是当年的时候有一本书 叫做《中华决王》 大家也没有看过 是画街霸故事 做了两三年 画得很肉酸 我们不知如何 survive 后来终于知道如何 survive 为何呢 因为李宗英出了街霸王 就立即卖了五万多书 就是说 那样东西如果做得极差 而是 极都能够 survive 所以就是指定市场是有的 那你就可以借它了 其实当年的时候 周星馳的电影也是相同的 周星馳的电影拍了很多烂电影 什么一本幻画走天涯 那堆烂电影 咦 为何一本幻画走天涯 这么烂电影都可以 所以你就可以立即去吃 所以到最后 大家当初也是非常愚蠢 那些拍电影的人 我来说非常愚蠢 例如莫绍聪 莫绍聪 張学友 杜周星馳 结果呢 一般幻画最烂电影 最烂电影 不知道为什么 一般幻画是烂电影的 然后有些龙凤茶楼 或者咖喱辣椒 那些 情圣 情圣 很后来红了 但问题就是乱拍 其实只是一条路 他们经常都忘记了 周星馳这么有趣 你还把莫绍聪在那里 就随意了 你把毒瘤在那里 就随意了 你把刘德鱼在那里 就随意了 所以到最后 就是说 发现周星馳的电影 什么会比较迫作 就是你不要回答另一个人 没错 都清楚了 因为通常要找周星馳做丑角 找小生的 因为周星馳做丑角 找周星馳做丑角 找周星馳做丑角 就可以了 其实黄刀芬难辱 这些是相同的 你只需要 看着一个人做得很差 但都 survive 你做得比他好 你就蝕着他了 看着他还在对面床 对 就是这样 其实很简单 现在加丽华桑莱 都变成了老人员 哈哈 同一班客人 对 同一班客人 同一班客人 昨天就8宗 我也不明白什么8宗 前晚还在说 10宗初步确诊 可能留下今天 8宗 其中大院酒店 有3个人 确诊 要撤离 300个男员工 要送入检疫中心 为什么呢 因为 卫生署觉得可能是更衣室的感染 结果用了更衣室的男员工 都要送入检疫中心 大院酒店今天清理 也是封14天 情况就是这样 是300个员工送入检疫中心 300个男员工 用了更衣室的送入检疫中心 那些人就说 为什么住客不用 人都说得明白 可能是在一个感染链 在更衣室上出现 用过就是 我是否送入检疫中心 在隔壁14天 我都不知道 送入检疫中心 真是有人工 没有人工 我没有人工 不知道 很尴尬 陪審团也有人工 不知道 要看看情况 我差点去了 第二月 我上星期差点去了11千年 是 然后 好像在沙巴淀尼那间有疑问 那个厨师有没有疑问 不知道 好像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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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点去了 但是到了最后没有去 因为他们的泊车走得很慢 只要等10分钟 那些泊车 意大利餐厅的楼面 对 咖啡厅的厨房工作 和冷气机房的技工 我差点去了 而且我下星期也会去 我约了人去九龙吃饭 我想不到去哪里 现在不用去 那 蓝桂芳也会派杨本瓶 希望那些人会派些瓶 希望那些人去确诊 那袁国勇呢 昨天也尋试了蓝桂芳 这个就 疫情杀到 袁国勇又要出场了 那 湾仔和葵聪 两个临时检疫中心也会开放 欢迎大家去检疫 一天可以处理一千个羊本 这个情况是这样 我们回来 看来全民检测也会无可避免 我不敢说无可避免 因为全民检测必然是 遇到极大的反抗 因为所有的黄烧反抗 而香港有很多黄丝 很难搞的 但问题也是一个强迫 我觉得全民检测在政治上 尤其必要 就是 就是细选出 就是说 我要你屈服一次 我不说什么 因为人们反对全民检测 纯粹是政治理由 如果你在美国全民检测 可能大家拍手欢迎 但如果你在香港全民检测 大家就不肯 所以完全反对是一个政治理由 而不是一个检疫理由 所以大家就说什么 送终 如果全民检测 这个就是相同的 我经常说的比喻就是 因为医师行人教 他要得你每天 医从他的朝拜五天 要得你每天 要得你不吃猪肉 要得你听他们的规矩 去结婚的话 就要得你去打仗去死 所以这件事是相同的 现在这件事 就等于满清 留法不留头 你留法不留头 留法不留头 那你剪得头 你剪得头发的话 也等于签确认输 那些公务员签确认输 不是代表你 签确认输 或者宣誓 只不过那件事 我就是要你屈服的 我知道你不想 就是这样 现在这件事 都可以是政治的宣言 总而知你行不行不行不行 我可以 拉你去坐牢 之类的状况 如果全民检测 如果要全民检测 你就反对吧 反对的话 到最后也是搞你 所以到最后 必须要有这样的事情 全民检测 反对的原因 是因为政治 而你必须要更因为政治原因 去搞它 如果不是的话 就是整件事 你要将这件事 提升到政治层次 因为它反对是为了政治 如果你做一个全民检测 就是说 我现在做一个全民检测 迫你做一件事 你答应了 下次我做 叫你全民做另一件事 你这次答应 你下次就会答应 嗯 结果是这样 但是 全球不乐观 全球的情况 尤其是欧洲 爆得很重要 今天是10月10日 10月9日的数据就是 法国无端交出了3万8千宗的检测 确诊 西班牙也同时爆 美国也上升了一点 都是5万宗 欧洲那边都很压力 尤其是法国 又突然弹上来 当地是第四波爆发 减液疲累 不是 抗液疲累 抗液疲累 因为都没得封 因为一封 经济已经顶不住了 其实欧洲那边 应该有少少失控的现象 再看多数天的情况 法国无端端交出3万8千宗 令人害怕 好了 疫情是这么多 要看看 印度超过10万 又再次订阅 那些都是不断的不上 其实 我觉得现在 永远都是这样 疫情究竟有多严重 是视乎检验能力 嗯 看看情况如何 好了 我们说回香港的新闻 李慧琼昨天当选了 立法会的来会主席 我再说一次 是应该视乎检查能力 听说 究竟你其实可能 只不可以检查 实际上是多很多的 印度一定是这样 或者一些落后的国家 其实现在欧洲也是 他们检查 你一天 一天你检三万多 其实你可能一天 你发现三万多 就是你一天 可能要检一百万 是不是 你如果一天要检三万多 你就是一天要检一百万 不然你检不到三万多 不知道他们如何操作 因为新闻都没有怎么说 总是交出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就说欧洲失控了 好了 另外一件新闻 立法会展开新一年度的会议 即是延续的会议 内幕委员会正式举行政府主席的选举 民建联的李慧琼是当选内会的主席 至于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 议员马逢郭的当选副主席 这个内会的政府主席之争 在之前那届立法会 搞了差不多半年 都没办法选得出 现在就过来两个小时就搞定了 因为本应是很快的 只不过之前他们搞了一些拉布 搞来搞去 内会是整个立法会最重要的会议 因为立法会有太多工作 所以他们有很多分会 很多事务委员会 而内会就是属于 他最重要的会议 因为他审议了所有的 排队、做的事情 很多议程的流程是他负责的 内会是他本身的admin 所以就比较最重要 所以他一定争 但是今次建制派 之前大家有商有量 我给你一些法文做 大家有互书 但今次建制派 反正也是 不如抢光你们做 是的 清楚了 这边又少了票 就顺利投票 经过 很难再用暴力的方法 霸佔的主席台 没有了这些事情 发生了 都是发声 反正都是延任 那便快搞定 因为你延任 最惨是有些人参加 如果没有人参加 你便有好处 但问题是你不敢打 所以就变成所有事情都绑住你 是的 跟预计的一样 好 公务员事务公 叶德权也提到 未来的七月开始 新入职的公务员 或者高级公务员 就要签计和宣誓 效忠基本法和特区政府 他也提到一个问题 接受访问的时候 就是说 如果你不肯签 不肯去宣誓 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即是 没有说灰色地大 要么就签 要么就不签 而且公务员一定要 谨守他们的原则 都已经说明了 政府出钱给你 你就不要搞太多事 但现有的人 需要不需要签 暂时还未需要 他肯定不需要 只是未需要签 未需要签 可能现在都在放声 就是现有的人都需要 即是一步一步 总之新入职的 一定要签 一定要宣誓 很高级的人 也可能要签 宣誓 现有的会员 你不表态 亦有这种态度 要你表态 效忠特区政府 和效忠基本法 这么说可不可以 至少他在世愿 吃生菜 你如果算得了 固然是有一种 我逼你屈服的意思 你屈服得这次 你屈服得第二次 对不对 第二次呢 但第二件事就是 你如果 到了最后 没有效忠特区政府 我算得了 你开某个派架 他没有说 他没有说 他当然没有说 但问题是 我也未见到宣誓 到最后宣誓 进去 或者如果那些 宣誓效忠特区政府 现在可以算法假誓 很多立法会员都可以告他 法假誓 是 他曾经宣誓过 他们是宣誓的效忠 那你究竟 是否应该捉 陈淑庄的法假誓 即宣誓的法律效力 去到哪里 这是林郑月娥 亚比亚浅师傅 说是天真楼的故事 宣誓过 宣誓过 究竟宣誓有没有法律 这个宣誓有没有法律效力 这个宣誓会不会 因为你不宣誓 如果不是那些 我认为包括陈淑庄 因为要那个人 宣誓没有玩事才算 如果宣誓玩事 比如黄毓文 黄毓文 他真的不可以告他 去法假誓 因为他宣誓玩了 之类的 或者梁博航 可能真的没有 但是那些 可以告他 如果全部立法会员 抓回法假誓 就可以了 OK 节目主持也问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 叶德权 他说 如果又不签署 以及不宣誓公务员 日后的千星安排会受到影响呢 那宣誓权就回答他 考虑公务员是否升职的时候 一定会考虑该人是否适合与合各种因素 包括整体表现 操守和潜质 即是回答你 即是要 而且他现在说了 我们刚才说了 他可能是后也要全 不是 首先是先说新入职 但现在还未需要签署 因为其他人 其他人需要签署 没有 其他人还未需要签署 那他在说什么 如果新入职的需要签署 就不牵涉到 升职问题 新入职的你一定要签署 不是 根本是不请和不请的问题 所以你是要旧的要签署才是升职问题 你要先搞清楚这个概念 新入职的 是不牵涉到升职问题 因为根本你就不请他 那如果现在是会牵涉到轻职问题 就是说旧的人要不要签署 如果旧的人是不是适合 如果适合 如果适合的话 会不会 而聂德权 当然是什么 你现在说不升职 当然会 那你只是代表你不是的 那我为什么不升职 那当然不会 如果旧的我一定要的话 要不然我为什么要签署 哦 原来那东西是没有影响的 你就是说什么 当初的时候就说 聂德权是 聂德权是 二大外长邱头华聂德权 原来全部都废 三大就是郑玉 原来全部都废 没有脑 那你现在这样 那当然会影响 不然我为什么要签署 要考虑其他因素 那问他就会多余 不 问他就不多余 做一个访问者 这个是谁去访问的 这个应该是香港电台的 那个什么 香港电台固然是反中乱港 但问题现在这个问题 如果你被查了他 你被这样去问到的话 那个问的人是有技巧 那这个人是一个聪明的反中乱港人 而聂德权 假设他们不是反中乱港的寒奸 深夜门中的寒奸 身在什么鬼 不是 身在中央 身在中国 心在独立 否則他會說這句話就是蠢 另外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囚庭也相信 如果是關係到千升 很多公務員都會無奈接受 但新要求可能涉及改動僱傭合約 必須要釐清清楚 他建議政府一旦落實 原來的公務員都會去宣誓 就要給予半年至一年的時間 讓公務員詳細考慮自己的選擇 如果落實了 是否應該讓大家想想一年和半年 我覺得你叫我講的話 是合理的 因為你是牽涉了千升 那當然了 那我就給你半年和一年了 但是我只是認回原來 你宣誓誓願當成生菜 現在應該說明你發假誓 如果以後做出確認事 你就控告你批評 如果不是有批評 你現在批評 為什麼當初黃玉民和梁國雄的死也要說 或者柳偉珍也要這樣說 OK 要這樣發誓 大家沒意思 因為那件事是有批評成份 宣誓不可以告發假誓 然後你轉 你轉頭那件事已經告你發假誓 如果不是 什麼叫宣誓 立法會員應該全部告你發假誓 明白嗎 那些建制派那些什麼鬼 那些什麼鬼 那些什麼鬼 就告你發假誓 為什麼不告你批評 你宣誓的 你宣誓是校中民 現在要說校中 香港是獨立的 即是你沒有說校中 搞定 即是我們去拿強烈金宣誓 都可以被人告發假誓 你現在是個發假誓 對呀 但是他講了半年是合理的 因為這個的確是 所以這個是合理的 因為我是維灣故隆合約的 其實你要求有一個程序 是要來的 是對的 即是你叫我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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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給你做了半年去想 你去離職 先證明我是take it serious 你不是經常當食生菜 我不是他們當食生菜 如果不是的話 所以他講的這件事 反而是合理的 或者你可能如果你做的話 你要報我 如果不做的話 你要報我補水才走 但是合理的 你叫我講 即是公道一點說 因為我是take it serious 不是讓你當食生菜 我以前不是這樣 現在是這樣 那你就走 沒問題 我補水 這個是應該的 但我就是take it serious 如果你不肯保水又要什麼的話 你不肯保水的話 那你不肯保水的話 但是他這個尿球是合理的 如果我肯保水的話 你也不走的話 我以後就可以殘酷對待你了 對嗎? 週六的新聞聯報時間差不多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